国泰港龙结束营运 有新成立的航空公司 有意加入争夺国泰港龙交运的航权 在不营运国际航线的情况下 这非国泰港龙原有的短途线 有没有足够竞争力吗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国泰集团大裁员 留下的员工也要签署新合约 薪酬福利大减 工会下午约见管理层 开会五个钟仍然未达成共识 部分人打算不签署新约 同一时间有新的航空公司成立 有意招聘本地有经验机造人员 国泰航空集团早前宣布重组 削减约8500个职位 未被解雇的机师和机舱服务员 需要签署新合约 薪酬和福利将会大幅减少 犯名做梁小姐的机舱服务员 在国泰航空工作近七年多 她没有被裁员 但也不会签署新合约 梁小姐说她认识的同事里面 近八成都说不会签署新合约 也有人考虑发起工业行动 经历这次大裁员 她对公司感到深淡 要转职其他航空公司都不乐观 以深圳为基地的东海航空 董事长黄楚彪早前成立大湾区航空 新公司会以香港为基地 正是等候政府审批航空营运人 许可证申请 现阶段只是做五小时航程内的区域航线 主力飞内地和东南亚城市 已经刊登招聘广告 我们做AOC的时候都不知道国泰会重组 会财这么多人 香港一直都是人财中心 有适合的人财我们当然是想要的 香港的公司不会去 比如说去国外去其他地方招请 能用的我们一定用回 是不是一定是国泰港龙 那些出来的同事不知道 但我们会在市场招聘我们合适的人财 但以往主力非常逃机的梁小姐 就不打算申请 因为我们主要是非国际的线 其实国际线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夜机为主 和港龙或者和大湾区航空的航线 的工种不算是一样的 如果去大湾区航空的话 我想都不是那么适合 国泰港龙结束营运 航权要归还给政府 之后再按机制分配 大湾区航空顾问许汉中 90年代曾任港龙航空行政总裁 之后转职机管局行政总裁 他说公司有兴趣申请部分交还的航线 政府应该有一个很良好的政策 去各方面面 去扶持当地的企业 不论大小也好 如何去进一步的发展 最终都应该提供更多选择 亦都可能透过多一点的 如果你说要竞争 就是多一点竞争 令到最后的消费者 会更加得益 发展的方向是怎样 然后看政府的政策是怎样做 你说这个吻合类似 这个我想可以这样说 实际上在市场里面 很多航空公司所做的事 大致上是大同小异 是存在的 所以刚才开始介绍 面对我们自己国内的市场 当然东北、东南亚 你说是不是 港龙开始成为这样 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这样说是差不多 大湾区航空主要做五个小时以内的航班 但内地高铁网络越来越完善 内地航空业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有专家认为 新公司要考虑来自高铁的竞争 大概在500公里到700公里之间 这是两三小时的高铁 可以到达的范围里面 其实这个飞机 航空公司是没有竞争力的 因为一来高铁的票价又便宜些 其实高铁都很舒适的 亦都是点对点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很多旅客在这个距离范围里面 就会选择高铁多过鎖飞机 因此飞机的营运效益 是会不断下降 很多航线就会结业 取消 其实你说高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高铁是我们国内的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运达工具 但当我们来说航空的含接 我们来说是国际 所以是两个完全两回事 不能够比较 好像回来说 任何机场或航空公司 含接的一个这样一类型的市场 每间公司都会做的 是多点少点什么地方 国泰港龙其中一个主要优势 正正是与集团的国泰起到协同作用 即是内地旅客 会坐国泰港龙航班到香港 再坐国泰航班转飞到世界各地 大湾区航空并没有国际航线 没有转飞航班之下 能不能吸引到乘客呢 应该大湾区航空是做不到 因为港龙有个母公司 那个就是国泰 它有一个很大的国际航空网络 它可以配合客 提供客人配套长途的旅程 大湾区航空 它在香港是另外一间母公司 可以接它的短途客 所以是两个很不同的经营模式 那个短途的客 是没有那个长途的航线 是作为那个支援的基础 令到它的业务是可以有盈利 2005年 金泉航空以8亿的资本成立 成功申请航空业牌照 定位是长途廉航模式 但营运三年之后 在2008年4月 因为累积亏损10亿港元而倒闭 到了2012年 折星香港申请牌照 但因为主要营运地不在香港 2016年 空运局正式拒绝发牌 罗长国认为 折星原本的定位是有市场 其实折星香港是没有成立过的 它是向特区政府申请空运牌照 希望以一个廉航的形式经营 其实廉航的形式 香港应该是有市场的 因为如果我们纵观其他的航空市场 欧美的市场和东南的市场 廉航都占了大概三四成的市场战争率 现在来说香港的廉航市场很小 相隔八年 大湾区航空再次闯关 如果成功开办 将会是自2006年 香港快运成立之后 再有新的航空公司加入竞争 但大湾区航空说 它们的定位是有服务、低成本 但就不是廉航 相比金泉和哲星 这个定位是否能够特惠而出呢 其实它不是做廉航 这个就是好像原本的港龙 港龙又是非国内、非东南亚 它又不是廉航 尤其在现在港龙已经结异了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说它是套用了 重新采用接近港龙的营运的模式 从学实分析的角度 其实国际长途廉航的模式 经营其实不是有足够的条件 在现在来说 反而全球的廉航 都是非本土或地区的航线 此次多面看 今集时间久了 再见 等会 过来